这是一盆特殊的擦花 这个呢是牡丹 昨天呀一阵狂风 把我这么粗的一根牡丹 这应该是长了三年的 一个很好的品种的牡丹 给吹飞了 日本这边呢就是台风比较多 我就是做保护嘛 就是把它给忘了 我给地里的花花草草 反复检查了好几遍 偏偏就把这颗牡丹给忘了 我好心疼啊 我就现在就剪下来擦瓶里吧 然后这个背景呢 有没有人认识啊 这个是香菜的花 因为我这香菜吃不完 都开花了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闻香菜那个香味 我就把它剪下来吧 就做个背景吧 我觉得这样又闻香味 又闪花也挺好的 我其实是对这种美呀 是不拘一格的 并不是说一定非要多么名贵的花 我觉得菜花什么都可以搭配的 这个高脚的花瓶吧 特别适合放地上 尺寸比较长嘛 所以其实这样的感觉 也是挺美的啊 不拘一格一点 嗯 嗯